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不能理解 你们觉得可以理解 不是理解 这是因为假如他做了非常恶毒黑心的事情 那类似的事情一直以来我们经常看到可能媒体夸张了 看到在内地都有发生嘛 所以背后一定有一些集体的理由 包括那个新的整个性格扭曲 整个还有整个他制度的不公道等等 那你不能理解是哪个部分呢 你偷一个车可以理解 对吧 然后你车上发现有个小孩 那你要把这个包袱丢掉 这也可以理解 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为什么要把小孩杀掉呢 这个小孩很小 他也不会来指控你的 你明白吗 你犯罪有几个 一是你直接得到好处 那你为了直接得到好处你来犯罪 你打劫这是一个犯罪 你把老人家打婚把钱抢掉 第二个是你为了排除坏处 我再做一个事情 被你看到了 好 那那个你看到将来会危害我 所以我把你也干掉 那这是 他就在这两个之外 他只要把小孩很简单 你只要把小孩放在野地里就行了吗 你只要把小孩放下 那也不是他直接的把人弄死 你看他放在野地里 就没有对他直接有坏处 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个凶手 站在他的角度 我现在要把他放出去 我要打开车门放下去 很可能被人家看见 我被抓到的风险就高了 对我来说我不干 风险高 我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用最冷血的逻辑 这是不表示接受 就是说最简单的方法 我在车里面把它弄死 他不是在车里 他就是到外面去的 是不是 不是 把孩子掐死 先在车里掐死 掐死 然后再丢出去 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开 现在有人批评 说长春的这个交通电台 全程的 所以你看 这个也不要轻易聊到什么 公民道德底线 因为这是一个 只有这一个 相反 如果你真讲公民道德的话 这个长春全程 好多出租车司机啊 整天这一夜啊 全他们记者到了长春呢 24小时 全程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汽车都闪灯 闪灯的车都是低市车 私家车 就听到了广播以后啊 自愿配合警方啊 去找这个 找这个孩子的 你要这么说 那那公民道德还很高了 对吧 不是说这个 他 所以后来有人说呢 还不能愿这个 这个电台发动全民大搜捕 因为 他是7点20 把车偷走 8点20 至少在8点20以前 他就把孩子弄死 抛弃 甚至车的抛弃就走了 那后来大搜捕 那是后来的这个 这个事情 你一个奇怪吧 他原来的目的也不要了 他本来的目的是偷车 那他慌了 他怕了 你知道 所以啊 这事情真是奇怪了 你觉得奇怪是吧 我做过文道派案 我就 我也觉得奇怪 我也觉得奇怪 我先给你引证一个 有个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 就中国什么公安大学 那个李美锦教授 他说 说这种人呢 应该就说 没有养孩子的这种经验 或者说 他的家庭生活一定有问题 实际上这个人有个儿子 而且你知道 还有个奇闻呢 就是说 你知道吗 说这个人不是自首吗 微博上 传出一个消息 说 这是父亲 说是父亲顶罪 帮儿子顶罪 哇 说他这个儿子 这个婴儿的 这个这个这个 他儿子是婴儿的 母亲的前夫 what 然后 他们是家人 还是抢了女朋友 还是怎么样 微博上就有这么一条消息 但是你放心 秀老师今天 辟谣了 当地公安 当地公安 对 你那个谣言啊 就是在解答我刚才的问题 等于试图 因为把这个事情叫 英文说叫make sense 就是说讲通他 假如说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人 那你变成一个蓄意谋杀 这个事情就讲得通了 他现在你这个一辟谣以后 事情又讲不通了 我跟你说 犯罪的这个历史上啊 这个案例当中 讲不清的太多了 你知道这个里面我约略 我能够察觉到一点 你知道我啊 特我觉得有李商隐有一句诗 我就琢磨琢磨 就是我生活里啊 很多个后悔 很多个现象 都是这句诗闹的 不是都听这句诗闹的 就都是这句诗 反映了一种人的一种心理现象 叫做啊 这个此情可待成追忆啊 只是当时已枉然 有这么一句诗 本来是讲一种很美的 调点是吧 但是我就说啊 他这个只是当时已枉然呢 揭示了我们人呢 经常会有的一种现象 就是在那个情况的当时 你无错了 你事后明白过来 哎呀我不能这么 你比如说很多时候 你想哎呀 我当时应该那么说 可是为什么我当时就 就那么说了呢 包括主持人最多 你比如说 这个这个说话失了分寸了 说了就不该说的话 你以后事后你想起来 你很奇怪 为什么当时就那么 是啊 人有时候在情境的 很奇怪的情况下 做出一些非理性的 自己也解释不出的情况 但是我总觉得 掐死一个婴儿 是在这个界限以外 那么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记得有一个著名的案子吗 一个弹钢琴的学生 开车撞了一个女的 发现这个女的还没死 然后就归死神差 就旷出旷出旷出 又戳几道戳死了 这个解释得通啊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为了逃避这个罪啊 他这个行为 其实是有理性支持的 就是说我杀了一个人 没杀死 我把他索性杀死 我就冒险 做这么一回事 跟这个事情还是不同 就是说这个事情 他并没有一个效果 能够达到他逃掉 我有一点感觉是什么呢 他这个人呢 有些暗犯你知道吗 他这个有点爬行类动物的大能 就是他这个 他对人 他对生命啊 对甚至对一个孩子的生命啊 他没太觉得那是个人 你知道吗 他没太觉得那是个生命 那是一个麻烦 你看我看到的报道 就是他开车 在他一个小时 不到一个小时啊 他开车车 这个孩子哭闹 他心烦意乱 你想他心烦意乱 掐死 一掐死你知道吗 越做越错 掐死就怎么办 扔了他 车也不要 抛了 是一种 对他 因为我觉得真的要从犯罪者 他的眼睛来看 因为案情现在还不清楚 我觉得他在那时候 除了心烦意乱以外 对他来说 他会有估算成本 你说 所以我觉得说 估算成本 我就搞不通了 他就把他杀掉了 他不要吵了 你越吵 我开不了车 我们也不清楚 可能旁边也有其他车 你有什么好杀的 你就把他丢在外面 不就行了 你这个 你也照样没责任 人家也追究不到你 好 那么徐老师 你知道 有那样的 咱们过去听说过 在这个农村里 重男轻女 非常严重的地方 亲生父母 那个一生下 老婆一生下来 看是个女的 光当扔水缸里 盖一盖 对 对 那是亲生的女儿 对 那么这个是 他当时 这是可解释的 这是有理性的 可解释的 对 有理性的 对啊 因为他的 他的理性是第一 他要男不要女 第二 他觉得家长 有权利处置小孩的生命 你是我做出来的 我就可以来处置你 这种逻辑 现在到处 要照你 那你说 他真正的理性是 发现这孩子在这 有一万种方法 没必要 这是会给他 这是死罪啊 这是会给他 带来最大危害的 掐死他是一种 最糊涂的做法啊 哪怕不要车 把孩子留在车上 人走了 他都没这么大罪啊 对 那你说 这是什么呢 他就是 就是理性解释不通了 就是我 我讲他半天 他判断错误 我们要承认说 人会判断错误 不管我们 是不是犯罪的人 他犯罪的人 他判断错误了 我觉得 用我刚说的逻辑 他觉得说 我杀死他 会比较安全 对我来说比较安全 所以他判断错误 只有在这一点上 他跟我们所有人都相通 就是我们其实 都会犯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犯了一个小错 然后我们去犯一个 很大的错 去掩饰这个小错 这种事情 我们每个人 包括政治家 你在历史上 都会看到很多 本来是一件小的事情 你为了掩盖这件小的事情 最后你养成了一个比原来这个事情大得多的事情 当然 这个教训我们普遍要吸取 你知道这次也有很多人就说 说实际上碰见这种事 大家都说 那个是个万恶的 那个是个万恶的凶手 这就不用说了 但是很多人就说 孩子的父母亲 也是应该谴责的 就是说 你八个月大的孩子 我跟你说 我觉得就是父母二人 你如果就是十岁以下的 这个小孩 你要是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你是不是就是失职 你怎么可以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你八个月大的婴儿 你有时候看孩子晚地乱跑 你都必须有一个人 他不能离开你的视野 否则的话出了这个事 你光怨这个犯罪分子 你不说这个 这是两回事 父母也是直 但是跟犯罪分子 又是两回事 是 咱们也去这广告 枪枪三原形 广告之后见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我刚才说错了 我说是八个多月 是两个多月 但是我为什么继承这个孩子是八个多月呢 因为大家现在这个链接啊 又链接一个美国的新闻 那是个八个多月的婴儿 就年轻的父母亲 就要下车看手机 让这个女朋友 让母亲也下车来看 就车没熄火 就离开了这么一会儿 那偷车贼 开这一刻就走了 可是40分钟之后 这偷车贼就打电话报警 那哪哪有辆车 车里有个孩子 人就走了 这是正常 这是正常 对吧 可是我觉得 以我听说的美国的这个法律啊 这父母这种行为 好像都要受到检控 不同的州 有不同的法律了 像纽约 只要你把八岁以下的小孩 单独楼在车里面 就要检控了 他的罚则 坦白讲 听起来也没有太严重 第一次罚100块美金 第二次又犯了 罚250 第三次罚400 还要有可能坐牢 反正他的法 而他的利益 这个法呢 也是基于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有没有死人 我忘了 这是把小孩楼在车里面 被偷了 后来闹出事情了 所以呢 他们就推动 推动立法 所以中国这次 大家这么对这个小孩的事情 这么关心 还有上次 小月月的事情 小月月 也是全民关注 使我想起 现在我收到的一个 据说是洛家辉的一个评价 美国 对对对 就那个大使 他其中有一条 就讲概括中国人 叫不为朋友的成功欢呼 却愿为陌生人的悲惨捐助 他说中国人有这么一个特点 他讲的这个 我不知道是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我读给大家听啊 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这样 一 非常聪明 但非常相信传言 二 凡事喜欢抢 从出生抢床位 到临终抢坟地 从头抢到尾 第三 在大事上 能忍气吞声 但在小事上 却斤斤计较 第四 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 绝不走正常途径 对 有时候通过关系 办的还更麻烦 还是要通过关系 五 计较的不是不公平 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 六 动不动就批判外界 但很少反思自己 七 自己爽不爽没关系 反正不能让别人爽 八 就是我刚才讲 不为别的人的成功欢呼 却看到陌生人的悲惨 中国人会动心 九 九 不为强者的坚持身手 愿为弱者的妥协流泪 中国人喜欢流泪 为弱者流泪 十 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 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 不行 自己都很对 十一 不为大家的利益奋斗 愿为大家的不幸怒骂 十二 不为长远未来谋福 愿为眼前小利 暴血 反省 有没有 听起来像文涛讲的 不是我们嘉辉兄 嘉辉兄是何 嘉辉兄是何 谁来讲 在想嘉辉吗 嘉辉兄我们知道 是何其谨慎的人 他不可能 这样对其他地方的人民 发这样的评语 可是也可见我们嘉辉兄的威名 对不对 明明文涛说的话 都用嘉辉兄的名义来说 比较可信 我为什么 是我的自白吧 我的自白 我为什么读呢 因为我发现有些东西 我反省一下自己都有 就是你看 其中他讲一条 我们宁可 在前规则下面受罪 也不会为执行规则去承担 因为执行规则很难嘛 这个一个正刚的规则 不仅在中国大陆香港一样 有时候你就默认这样 然后我们不会为强者去欢呼 我们看到小月月 看到这个 你看这个 这件事情大家最痛心是两岁 不是两岁 两个月的婴儿 这就触动全中国人民的心 但是中国人民就是这样 他为了弱者妥协 大家流泪 这就是鲁迅先生讲什么来着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对 就是我们很容易悲情 哎呀 悲哀 哎呦 难过 而且哀其不幸多 怒其不争少 怒气现在都很少了 而且我觉得两个相关的 我经常觉得说 当你知道要争 而且要争大的事情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时候 你就不敢了嘛 理性判断嘛 不敢的话 坦白讲 不敢的话 不表示你接受了 你还是有情绪的 那情绪压压下来了 那在一些 我不会说小事啊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层次里面出现的悲剧 我们的情绪就出来了 在我说愤怒的不得了 或说哀动的 悲动的不得了就出来 所以我觉得两个是相关的 大的事情 整个大的环境 很多东西压抑下来 所以就变成像文涛这样 看着我是歌手都哭得 也内容门脸 所以我就说这个中国电视这种 哭爹喊娘的这种现象 你知道我后来就觉得 尤其是我外国我见识的少 反正我看外国的电视节目 我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太多 我觉得中国啊 特别喜欢 我不知道就是人家愿意这样 那应该祝福人家 你看电视上经常有这个明星啊 就香港人讲话叫撒一横风 就是自己的儿子啊 老公啊什么来了 然后就哭痛哭流涕 我跟你说 我就说句真心话 我觉得这个品不高 你知道吗 就是说父爱母爱 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你知道吗 甚至就是说 哺乳动物都有 对这是这是这是本能啊 这是人的母爱 就不让他爱都不行 这是欲望 这不是道德 这不是我勒风 这是这是欲望 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一个这个 去欧哥个什么呢 天下的父母 谁不爱自己的孩子 你看这个长春的这个 这个这个小孩 这个这个这个妈妈 一见着孩子疯了 精神疯 送精神病院了 疯了已经 因为我文章 我是完全不能介绍这样说法 这我偶尔看那些节目 我看到我接受 我就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风日蝉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配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广告回来 广告回来 因为我偶尔看那些节目 我不觉得他们在炫耀父爱母爱 什么爱 他们在炫耀什么呢 炫耀我是如何努力来克服困难 才能实践我的母爱 所以我们就看到经常有那种节目 为什么 因为中国 可能包括香港 太多的种种莫名其妙的困难 可能人为的 可能制度的 可能种种理由 让人家想很自然的 你说很自然嘛 母爱父爱 没办法来发挥出来 总是突然小孩不见了 被绑架 被偷走了 被害了 等等等等 可是父母亲 或说小孩也是努力 历尽艰苦 把他克服了 重回 大家重新 碰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他们炫耀的是这个 那我们就看到就感动了 因为我们遇长生活 也经常碰到莫名其妙的困难 阻碍 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蛮感动的 讲的都是不幸的故事 对 对 对我同意那个佳慧讲的 中国人的这个流泪啊 尤其大型的节目 有现场流泪 宣扬的其实都是苦爱 不容易 就是爱的苦 就是一对夫妻结婚七年了 见面没有多少天 整个在两个列车过后 找找手 还有一对老夫妻在山上修一条路 对不对 多少年背上背下 然后下面看的人都 就是刚才讲的 为悲哀者流泪 但是不斗的 奋斗的 站出来正必一呼的人 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的 你看 所以为长远利益奋斗的是没人的 而为了眼前的小力冒险 拿了个奶粉过关的 大量 你清楚没有 拿奶粉过关的信息都很灵的 又知道世界上有很重要的事情 应该你来表态的 不表态 就多带几罐奶粉 被人罚五千块 这两个人被罚了五千块以后 哎呀 我真想 他肯定两面都骂 就不知道骂谁好啊 你知道 这照这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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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老哥的这个看法 老 这就都是弱者的哀叹 对吧 只会这种弱者的身影 对吧 我们好像都是 离本能的那种情 情感比较近的东西 啊 父 父爱 母爱啊 你看包括这个奶粉 是吧 婴儿 没得吃了 我记得谁啊 李敖不是 说一句话吗 说萨特说的 说婴儿都饿死了 文学还有什么用 现在因为你们香港人 大陆的婴儿吃不上奶粉了 那港府应该拍个宣传片 在大陆放 这是播香港妈妈 买不到奶粉流言 只要拍这个片 在内地 在所有电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录 你买不到 我们买不到 也许多加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